怪手轰轰声响加紧赶工 类似的画面在大街小巷几乎是随处可见 台中市每年都有数百亿的预算 要经过采购招标的过程才能够发包失作 但如果招标程序出了问题 有可能会引起民众质疑是否图利厂商 我还问几个人说切切实实 八百亿结果都错过 那么所有的采购人员 你说你不可能结果数据是这样 政风处从一百年开始 连续三年针对采购案件进行抽查 结果发现全部将近八百件的采购案 五一幸免都有大大小小的缺失 像是有的厂商资格不服却还是可以得标 有的则是交标过程缺乏保密措施 导致资料外泄 逐种漏洞让议员大骂太夸张 我在这里可能要稍微做一个说明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同仁 在这个采购集合的态度是非常非常认真 然后我们就用最严格的标准来做 事实上这些缺失很多都是非常小的缺失 我举个例子 你责责 既然你说八百件都是缺失 你就不要再强辩了 面对出包率百分之百遭到质疑 政风处认为每个调查案件 都是以最高标准来检视 因此才会有大小不易的缺失 但议员则认为既然有缺失出现 就应该想办法改善流程 要求师傅要对公务员加强教育 记者洪嘉宏 再见 就算了 就算了